蔡政府想推的數位中介法 選前才被罵翻收手 現在又被發現 行政院日前通過的 選霸法排黑條款 增加巨深度偽造情勢者 申請警察機關鑑定後 可以要求聽播限制瀏覽 移除下架 而且質疑難道政府利用選霸法 要偷渡中介法 當初就是認為 行政機關會藉由向法院 申請資訊限制令 進行下架阻礙言論自由 才會引起軒然大波 真的是一個無所不用其極的政黨 假排黑之民修改選霸法 卻偷渡數位中介服務法 控制相關的影音 以及言論的自由 現在就把它打散 分散在各個不同的法裡頭 用這樣化整為零的方式 想要通過 最終的目的 還是要去前置一般民眾的言論 然後把所有不利於民進黨的東西 全部消失 我覺得這是非常惡劣 在黨痛批 國人離要被禁言的日子不遠了 面對外界質疑 蘇聯昌輕輕帶過 希望大家支持法律修正 而農業年即將到來 小三通就是不通 上回說怕對岸強要的蘇院長再鬆口 已經才是交代 要幫助金馬的鄉親 及在中國工作生活的國人同胞 藉由比較方便的方式 回來團聚 說要幫國人返鄉 但就是沒提小三通 不要再必談小三通 或者難道又要創造新名詞 像以前一樣嗎 要用淚小三通嗎 這個政府很不應該 這麼多同胞要回來 政府不趕快開放 實在說不過去 再不開放的話 抱怨會越來越大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說 掃三通過年前會通 蘇貞昌卻是不敢打包票 讓外界看不懂 年關將近 就怕國人返鄉之路 又要焦慮等待 暴受折磨 記者張超彭麗玄台北報導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